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洞廢 應該是咬借邦的點五集系列 這次呢 不是咬借邦 我們說台曼就不是咬借邦 台曼不是咬借邦 洞廢的點五集系列 單調六萬 台曼 台曼 台曼怎麼說 這個是政治正確的 他不是大陸 台曼 我們很少點五集系列會有所謂的連貫性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說過一本書叫《警察》 《軟光民》的一本書 其實《警察》出了二的 我們其實都買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這個陷家產買完一本書之後就沒空看 所以拖到今天才拿到這本書出來講 大家好 我是Sunny 完啦 大家不忘記 《軟光民》上次我們都稍微介紹過 所以都不重複 《警察2》也顧名思義 當然就是《警察》的續集 其實這個故事基本上都是接續《警察1》的故事 繼續下去的 如果不知道《警察》一講 當然是聽回我們那一集節目 那一集節目都非常多謝 雖然我覺得他未必聽得懂 多謝《軟光民》老師有留言 謝謝我們 《警察2》承接《警察1》的故事 其實主角都還未復職 《警察2》還未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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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著自己會坐正 怎料上頭就派了一個女的局長下來 坐了他的位置 同一時間也發生了一個叫做富豪的綁架案 那有一個富豪報警就說他的父親被人綁架了 他兒子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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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父親被人綁架了 所以他們就要調查這件事 而這個沒有任何紀律可言的警察 這間警局真是野獸刑警 唐武還未復職的唐武還未復職 一起幫忙跟進這個案件 唐武還可以告你們嘔吐 其實我覺得這段戲對我來說有點浪費 之後再說為什麼 同一時間他們也發現了 在新的這位女局長的背後還有另一些故事 而同一時間在這個城市裡面出現了一個 怎麼說呢 女版男公民天 他左手勇有其力 他好像右手 好像右手有其力 總之他逃手的連環殺人犯 他也是一位女性 左手也是左手 女版男公民天 所以他們就要去追尋這個女版的男公民天 去調查到底是什麼事 也要阻止他殺人 慢慢就發覺原來這件事 竟然是跟另一個 怎麼說呢 另一些案件有關 所以其實警察2 是由三宗案件去交籍而成的 但是為什麼我剛才會說有點浪費 就是因為一開始那宗富豪綁交案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基本上我想他是 唯一的作用就是 帶出了女局長 還有他裡面都比較是老緊的 當你一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知道 大概是發生什麼事了 如果你正常看漫畫的人 別人都猜到兇手是誰 其實從劇情向來說是 但是如果我們從他 其實警察呢 多少有他的核心思想想表現的 包括上一部和今部 他也是想說一個問題 在人性的處境底下 究竟你怎樣去掌握自己的事 所以為什麼警察要叫警察 他既光扯暗 台灣那邊 其他地方不是各個地方都是 有些只是暗 對 對 所以他其實就是想說一些 例如好像第一宗他在說那個富豪 你為了錢 究竟對付你的爸爸 究竟是否好事呢 譬如去到後面 他有說的就是他們辦案的手法 他們辦案的手法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有些出軌的 並不是純粹根據所有的程序 不根規矩 譬如今次中間有一段就是說 警察甚至乎要因為立委 而要去包庇另外一個 都預估他是殺人犯的人 那你作為警察 你應不應該要執行你上司 要安排給你的命令呢 還是你要另外去做一些事呢 那再後一個就是 你知道那個人是殺人犯 他真的殺了人 他都認了 但是你究竟 應不應該保護他 因為他今期 今期書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就是 當然有些左膠感覺 這個說法 在我現在很多人的角度 就是 你知道他殺了人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殺人的人 一定會被誠之於法 逼到他要殺人的人 就沒有任何責任和後果呢 當然在我們香港人心目中 這個我們當然相當明白 現在很多支持政府的陷家 通常都是說 犯法就是犯法 但是他沒有想過 為什麼某些人 或者一些年輕人 站在前線的人 他們要走出來扔東西 走出來燒東西 而到最後那幫人 你沒有見過任何一個人 是需要負責任的那幫 逼到大家 就是所謂官逼民犯 逼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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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異心之父 原本在去年七八月 認過錯的那個八婆 是開始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那本書 有其中這個主題想說 第二個主題就是家庭 在整個作品裡面 貫穿了的第一個故事 其實就是家庭的故事 第二段就是那個兇手 就是呂坦涵公敏天那個 他就是因為他老母 其實都玩過他 第三個就是那個局長 就是女局長 其實他跟他家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用這幾個主題 去扣連了整本書 其實好像萬記所說 案件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到底我們知道了一件 我們讀者用半神的視覺去知道這件事 而裡面的角色 他們就真的親身去經歷這件事 到底我們面對這些事情 應該怎樣去理解 或者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特別是好像剛才萬記提到的是 關乎到一些可能 譬如私人的恩怨 譬如那個女版男公敏天 因為他被老母出賣 然後被人輪奸 而其中一個男子 就去了立位做議員助理 所以立位就會保住他 去力壓 反而就是用強權去冤枉那個女子 一定要鎖死那個女子 因為他真的殺了人 而在這個情況下 到底我們很容易的就是 私人仇殺 我們會蒙蔽了我們 就是A軍殺了B軍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覺得A軍錯 沒有想過到底 逼到A軍要出手殺人的人 有沒有罪呢 反而放大到我們社會事件上 可能我們會比較 能夠用一個客觀的角度去看到一件事 可能會看個局 會看得比較大些 但是一遇到私人事件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都會有這些 可能算是盲點 你怎樣看 其實他想說的主題 你們剛才提到的三個主題 其實我都看得到 他是有想寫出的 但是有些位置我是有 有點怪的 因為本書本來是一個很現實 很正常 沒有一個特異能力的社會 但是當他講到男版 女版 那一刻我是有點惡言 為什麼突然間好像跳了通 一直都在說 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他為何突然會有超能力 而那個超能力 沒有說到是怎樣來的 那他大力一點 他心口都沒有 他不是大力這麼簡單 他簡直是戒開人 他這裏應該大約是講兩個原因 第一他大力 第二就是因為那個讀醫的那個男生 他教了他哪些位置會比較容易 譬如捏爛他 譬如削爛他 我覺得 為劇情服務 那一刻是不是很需要 對我來說 如果你用一個普通的 例如你當用手術刀 當你知道人的解剖 類似這些事情 我會覺得 這件事會不會太奇怪 現在他講到那個女生 這麼厲害的時候 那一刻我是有點突然的 其實他用手 捏死人 我是OK的 但譬如 如果抓狠我們很容易 就會向利器方面去想 你不就當是 九龍城寨裏面的哥哥 龍捲鋒 所以就會有些 有些特別的能力 龍捲鋒也沒有超能力的 龍捲鋒也沒有超能力的 那些人開始都練到武功 練到有種 所謂的 好像氣勁那樣的東西 但這個不是 本來是一個 很現實的故事 而且我也是這樣 你不這樣寫 其實是有其他很多方法 可以寫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 我是覺得有些奇怪 還有 宇文江的畫 宇文江的畫 我一直都 不太欣賞 說真的 我覺得他的封面 已經不特別漂亮了 但是 看內文的話 畫風會更加差 差異會大很多 Sundie是不是很習慣 我不習慣 我很少中服 因為我看大牌子 但是我早前都有一本 blat pink的漫畫 如果大家有入到洞窟 都明白 到底落差有多大 OK 我同意 純粹說 封面和內文的畫 是有落差的 那我想 內文的畫 我想 相對上 他不算是真的 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軟國文去表達 他的故事 是足夠有餘的 而且他也有他自己的風格 出到來 我覺得相對上 都很容易認 其實 因為我們看資料 這一本《警察》 其實是他的出道作 反而 越後期他的作品 就像偏向一些 人情小品 沒有那麼多 譬如好像那本 《用九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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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四個字 我也對 還有《華春》 《春華街理髮店》 《春華街理髮店》 《東華春》 《東華春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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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聽名字 你也會覺得 比較像《溫情小品》 《街坊皆理》 那些東西 但我沒有看 我也沒有看電視劇 所以 他這個 可能當年 以他的 畫風 技術 或者是他整體的結構 講故事 其實他講故事出色 但可能尚且 還是會亂一點 又亂一點 但是 如果只講《警察一、二》 我覺得《二》 是不同了很多 我意思 成長 進步了很多 不過 他有講過 這本書 其實是 二十年之後 有改動的 包括有些重製 部份重製 以及結尾都改了 我自己看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比起《警察一》的時候 我覺得 整個故事是順暢一點的 還有他講的那件事 我覺得 清晰過《一》 因為其實《一》 他說《泛成》和《泛陰》那段 我開始看的時候 有些 有些 可能都要再揭返前一點 再看仔細一點 才會看到 但是今次看《警察二》 就 一氣呵成一點 這件事順暢了 可能他也有修改過部分畫面 我覺得 在這個畫面處理上 都 看到他成熟了一些 當然 都不是我自己 心目中最精美的那個 程度來的 但是 我也 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是啊 所以 我會這樣看的 借這個機會 我們又試試介入一下台灣漫畫 因為我們 有專屬節目 單調六晚 那晚講很多 美晚講一下 其他日本不用講 韓國最近都講多了 台灣漫畫 我們看到的就是 他們有很多 無論是舊的主筆 或者是新的主筆 現在多了一些平台 政府又肯付錢 當然 肯定會有人講 台灣的政治 會拉動了很多 錢的資源 究竟怎樣去 但是我覺得 他給了一種新的 譬如 最近主要是大辣 出了很多新的作品 譬如 麥仁傑那套鐵小鞋 其實很好看的 鐵小鞋很好看 出了兩期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遲些又再分享一下 台灣漫畫 譬如CCC 其實他可以在網上免費 看得到的 大家也可以更多 去介入台灣漫畫 因為其實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Netflix剛剛拍了一套真人電視劇 叫做《天橋上的魔術師》 其實遠江 已經在播放了 他有個漫畫版 是遠江密去畫的 但裡面的畫 相比起現在這本 《警察》 相差很遠 《天橋上的魔術師》 其實是短篇小說 是作家吳明益的作品 他也有改編了裡面的 就是《錫詩子》 記得那些事 作為漫畫 所以這個 我也有興趣 看看會不會買回來再看 我想這個點是 這個是他二十年前的稿 他再修改 而這次這個 可能是比較近期的畫面 這個是《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 《遠光文卷》 什麼時候的作品有沒有寫 那就沒有了 我想會比較近期 所以他的畫風會再成熟一些 細緻度會再高一些 所以我就說 可以看得出現在 可能現在的作品 的成熟度會比之前 差很遠 所以其實也是值得去看的 坦白說 我們之前也說過台漫 其實台灣漫畫 就是 某程度上 我覺得已經開始超越香港漫畫 如果你純粹以傳統的博曼來比的話 那如果用博曼比的話 就過了 不不不 我最大的問題是 你用門檻太低了 其實可惜的是 曾經揮煌過的 現在被人爬頭那一刻 甚至乎 其實如果就算你計算 可能比較偏日向 日是馬 畫風那些 港漫大家去困 在量方面 質我不敢講 因為質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高手 用量來講 台灣應該壓倒性地高 因為我想 尤其我們 比較喜歡一些劇情向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見 近年來 不算門檻很低那些 門檻那些就真的很劇情向 但是很多 漫畫家都 因為出版實在太難了 很少用純劇情向的作品去推展 因為其實我們不斷提過台灣的CCC 其實我一直都以為 可能是一些私人的東西 原來是政府有推 原來是政府有推 所以你看到別人開始 陽好 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那裡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CCC要對你的作品 要跟文化、歷史、環境、民族、原住民 那些有關係 才可以拿到那個實在 至少好過什麼都沒有 當然你那個環境就豐富很多 即使只是 即使這五個話題 你都可以寫很多東西 其實如果拉到回香港去講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之前 凍廢都訪問過的Panella那個平台 他們都開始多一些劇情向的漫畫 在上高出現 我想 支持很重要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的台幻 當然我們比如推介的警察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 甚至乎你看完警察 再看剛才阿元提到天橋上的魔術師 你會看到一個漫畫家 或者你看完其他作品 你會看到一個漫畫家的進步 他的成長到底是怎樣的軌跡 同時我想這件事都要放回香港的漫畫家身上 不過要講遠光文看他的成長軌跡 其實我們已經是很慢的 因為其實他出道了很多年 他在台灣是拿獎的 即是我們看回而已 所以我們也介紹一位台灣漫畫的高手 給大家認識 今集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的點五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